测试开始前主持人邀请几位从各地赶来的恐高症患者 上桥体验了这座桥面全部采用玻璃铺设 主胯430米 据谷底的相对高度约300米的透明玻璃桥 此次测试采用铁锤敲打气承碾压的方式进行 共分为五轮 每一轮测试都在前一轮的基础上增加了力度和难度 第一轮主持人李锐驾驶一辆自重2083公斤 加上五名乘客后总重接近2300公斤的越野车从桥面驶过 车辆行驶过后桥面完好如初 第二轮实名女性志愿者依次使用铁锤敲打玻璃 每人五次 五轮连续敲打后桥面玻璃的痕迹越来越多 但并未出现整体玻璃掉落的情况 而是依然稳固的附着在桥体上 大家非常关心的玻璃的安全 大家的这个游场的生活中间的一个直觉就是玻璃很碎 一碎了这个人就掉下去了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活动 我们玻璃是安全的 就是玻璃 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碎了 也不会掉下去 也有足够的撤离的时间 对我们的游客是非常非常安全 由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呈建的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 在施工过程中针对新型玻璃桥面 空间锁面结构 桥梁安全稳定性等技术难题 获得七项国家专利 其中一项发明专利 六项实用新型专利 获得三项工法 依托该项工程带动了我国大跨度玻璃桥面 人形桥建设实现创新发展 记得吴守光唐娇教报道